在未来的22世纪 随着人类科技日益发达 地球上的资源也变得十分有限 于是各个国家之间开始发起战争 然而常年的征战导致地球加速衰败 逐渐恶劣的环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为了生命能够得到延续 科学家开启了星际移民计划 在银河系中发现适合人类居住的阿尔法星 但由于距离过于遥远 普通的飞行器难以满足需求 好在约翰博士发明了时空引擎 只需很短的时间便能完成数十光年的飞行 可眼前跳跃技术不算成熟 需要在地球与阿尔法星之间 分别建造时空之门进行传输 以此来避免跳跃时迷失在银河系中 作为移居计划的负责人 博士将会前往阿尔法星监督星门的建造 很快来到了发射当天 由于这次飞行需要十年时间 博士决定带着家人一同前去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船上已经混入了不速之客 反对殖民计划的哈德正偷偷地篡改系统 让机器人在飞船离开后杀掉博士家人 然而当他完成任务准备逃离时 反对组织的首领突然现身 居然远程操控设备将哈德电晕 而这边不知情的众人纷纷进入休眠舱 随着驾驶员按下启动装置 木星号飞船搭载着人类的希望飞向太空 当所有的助推器成功脱离 尼克随即开启了自动驾驶 接着便躺入休眠舱进行休眠 殊不知一场危机即将爆发 此时晕过去的哈德突然苏醒 强忍剧痛撕下粘连的设备 结果发现飞船早已身处太空 同时身后的设备突然启动 正是被修改数据的机器人 此时的哈德来不及悔恨 赶紧上前试图阻拦 结果却起不到任何效果 眼睁睁地看着机器人启动毁灭程序 无奈哈德只好将所有人唤醒 醒来的博士赶紧抬枪射击 结果直接被惹怒的机器人当场轰飞 尼克见状跳上机器人的身体 试图破坏它的线路 可这一做法却触发了机器的自保程序 释放的高压瞬间将尼克弹飞了出去 眼下所有人对此无能为力 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 危机时刻机器人的攻击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博士的小儿子成功入侵了系统 重新夺回了机器人的掌控 虽然危机得以解除 可此刻船舱的内部损坏严重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 此时的飞船正被太阳引力所吸引 不久之后便会坠向太阳 为了重新返回轨道 尼克将所有的动力开启 结果依然无法摆脱引力 眼看距离太阳越来越近 危机时刻尼克打算启动空间引擎 虽然没有新闻会导致他们迷失在太空 那也总好过飞船撞向太阳 事到如今博士不再犹豫 随即二人协同开启了空间引擎 整个飞船顿时被白光笼罩 在强光闪烁过后 飞船瞬间在太阳表面消失 而舱内的人同时陷入停滞状态 犹如脱离了现有的时空 经过短暂的宁静 木星号飞船破空而出 成功出现在未知星域 此刻博士焦急地寻找家人 直到确认所有人都平安 这才愤怒地找到哈德 本打算杀掉这个坑害他的人 可当他看到一旁的家人 恢复理智的博士只好将哈德关了起来 接着众人通过星图寻找当前位置 结果却发现周围全是陌生的星体 意味着他们果然还是迷路了 然而就在此时 前方的星域突然出现诡异的波动 一艘飞船在宇宙中迷失了方向 然而就当众人还在查找方位时 飞船的前方突然出现诡异的一幕 只见星体周围突然出现神秘的波动 差那件一艘飞船出现在眼前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尼克不顾众人劝阻 驾驶飞船闯进神秘空域 通过贴近观察 发现这竟然是废弃已久的海神号 这让众人紧张的心也放了下来 然而让莫林惊讶的是 飞船里面居然还有生命迹象 这让放松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 同时在海神号的附近 发现另外一艘飞船 看着那奇怪的造型 明显不是人类的飞船 为了能够查明原因 博士众人决定登上海神号 而威尔则操控机器人 协助他们完成探索 然而随着他们不断深入 发现周围愈发的诡异 海神号上的设备一切正常 但却没有半个人影 同时在头顶发现大量的外星重卵 而在操控室的闲窗上 更是发现无数弹孔 为了解开谜团 博士随即打开海神号的飞行日志 发现录像中的人正是尼克的好友 但此时的他明显老了数十岁 原来他们的任务是救援木星号 这让众人倍感疑惑 因为他们只消失了一天 救援队不可能这么快找到这里 正当大家对此感到不解释 通道的镜头突然出现生物的影子 众人赶紧一路追寻 结果却发现绿植舱早已被植物所占据 这里的生物似乎已经生长了数十年 这时尼克突然抓到一只外星生物 看来侦测的生物信号正是来自他们 放松警惕的众人回到驾驶室 博士发现海神号的星图非常完整 居然还有前往阿尔法星的路线 立刻将它传送回木星号 可这时小猴子突然神情紧张起来 似乎周围有什么可怕的生物 众人抬眼望去 果然外星虫卵已经开始孵化 通道内瞬间涌入大量蜘蛛 小小的身体长着锋利的牙齿 甚至面对尼克的攻击都没有任何的恐惧 无奈众人赶紧逃离 眼看机械蜘蛛越来越多 威尔立刻启动全身镜像模式 加速阻挡机械蜘蛛的进攻 在机器人强大的火力掩护下 众人边打边退 成功躲进一间封闭的舱室 然而外面的蜘蛛越聚越多 厚厚的舱门似乎支撑不了多久 危机时刻尼克穿上机械装备准备迎战 与此同时蜘蛛还是融化了舱门 尼克健壮立刻抬枪反击 精准地射杀穿过舱门的蜘蛛 这时威尔控制机器人成功打开封闭的舱门 面对潮涌般的蜘蛛尼克也是有心无力 边打边退成功逃出了舱室 下一刻机器人用身体挡住了出口 这下众人才有喘息的机会 可不料哈德还是被漏网的蜘蛛偷袭 眼看机器人也坚持不了多久 大家赶紧逃回木星号 随即启动飞船准备逃离 结果蜘蛛居然腾空越起 密密麻麻地朝着飞船扑来 尼克见状果断发射鱼雷 结果却没有丝毫作用 下一秒大量的蜘蛛吸附在飞船的表面 接着发动热能打算融化船体 危机时刻莫林通过扫描 发现蜘蛛喜欢光和热能 尼克随即远程启动海神号的引起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所有蜘蛛瞬间扑向了海神号 然而尼克不肯就此罢手 直接启动了海神号的自毁系统 瞬间整个飞船火光四起 机械蜘蛛也在爆炸中灰飞烟灭 一连串的反应引发了强大的冲击波 未曾逃脱的木星号很快就被波及 失去控制的飞船直接撞向附近的行星 好在尼克及时稳住了飞船 顺着冰面一路滑行 成功地迫降在星球表面 虽然他们躲过一劫 可此时的飞船燃料损耗严重 根本没有动力摆脱引力 如果找不到足够的燃料 他们将会永远留在这颗星球 然而众人的危机还不止于此 此刻哈德的伤口正在溃烂 对此他却毫不知情 甚至还在怂恿尼克干掉博士一家 结果被尼克当场拒绝 这时整个大地突然震动 当威尔打开遮阳板 发现飞船的前方居然出现一个蓝色的气泡 这一现象顿时引起众人的好奇 博士猜测他与太空中的区域一样 都是一种时空波 气泡的内部便是未来世界 这也就能解释海神号荒废数十年的原因 同时通过检测发现 气泡内蕴含着丰富的放射物质 完全可以当作飞船的燃料 为了能够离开这里 博士决定深入气泡内一探究竟 飞船的前方突然出现神秘空间 诡异的内部蕴含着巨大的时间力量 博士伸出手指尝试触碰 结果形成的压力瞬间将手臂弹了出来 虽然一切看似凶险 可博士为了得到里面的燃料 还是选择与家人告别 毅然决然地走进时间波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驾驶员尼克与他一同前去 果然里面的景象与外面截然相反 这里不再是冰天雪地 很快在地面发现陈旧的金属板 扫去表面的灰尘 发现这竟然是他们飞船的残骸 正当二人对此不解释 尼克突然遭到偷袭 博士见状慌忙躲避 结果还是被对方打晕了过去 原来偷袭他们的竟然是机器人 然而诡异的是 机器人竟然与博士儿子的几乎一样 这时四周突然传来敲击声 好奇的威尔顺着声音一路寻找 发现竟是被囚禁的哈德所为 眼下哈德谎称博士在时间波遇到了危险 需要他们前去救援 天真的威尔过于担心父亲的安危 居然相信了哈德所说 二人立刻离开了飞船 这时大地突然震动 整个时间气泡突然扩大 威尔躲闪不及深陷其中 无奈哈德只好也走进气泡 可此时气泡内的植物早已枯萎 里面甚至还有威尔家人的墓碑 愈发迷茫的二人只好继续寻找 结果发现远处居然还有一艘木星号 而此时飞船的内部 被抓来的博士已经苏醒 看着周围一切感到十分的熟悉 然而接下来的对话 直接让博士当场震惊 眼前的中年人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原来这里真的是未来世界 此时威尔带着博士来到实验室 兴奋地向父亲展示自己制造的时光机 只需要注入足够的放射物质 便可以打开时间通道回到过去 虽然资源有限只能传送一人 但如今威尔想做的 便是回到他们离开地球的那天 阻止家人登上木星号飞船 可博士认为这一做法太过凶险 单是研发时光机 就已经让这颗星球沦为废墟了 如果真的穿越到过去 扭曲的空间一定会摧毁地球 时隔二十年 父子二人的意见再次不合 随即双方发生了争吵 这时哈德也赶到了这里 通过手上的装置修改了机器人的数据 威胁威尔将它送回地球 可这时威尔却突然笑了起来 他让哈德猜一猜 在这险恶的世界自己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果然下一秒 哈德的身后出现一只怪物 当初的哈德被蜘蛛抓伤后 由于毒液的入侵 导致他变成如今的模样 这些年与威尔情同父子相依为命 如今受威尔的影响早已改邪归正 接着一把将年轻的自己扔了出去 此时怪物哈德为了继续开启时光机 让机器人将博士众人关起来 然而让哈德想不到的是 机器人正是威尔小时候制造的 在他的耐心劝说下 机器人竟然自主拆下了控制程序 接着博士决定兵分两路 自己前去阻止时空机的启动 机器人的帮助下返回飞船 而这边实验室内已经就绪 这时威尔想起哈德的做法不禁心生疑惑 决定将入口缩小50% 结果这一做法顿时让哈德恼怒不已 他认为入口过于狭窄 身体必定会被周围的粒子撕成碎片 此刻的威尔才明白 想要穿越的是哈德而不是自己 认定多年前杀害家人的不是机械蜘蛛 而是眼前的怪物 眼看谎言被拆穿 哈德选择撕下面具不再掩饰 原来他早已不是人类的身体 而是完成进化的蜘蛛王 当初之所以不杀掉威尔 目的是让他建造时光机 从而让自己返回地球统治世界 如今时机已然成熟 接着便将威尔扔进了时空通道 这时博士也来到了实验室 可若晓得他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 面对哈德丑陋的嘴脸 博士毫不恐惧 起身一刀划破他的肚子 下一秒在伤口内爬出无数蜘蛛 他们将哈德当作受伤的同类疯狂撕咬 博士趁机起身扑了上去 直接将哈德撞进通道 身体瞬间被加速器碾成碎片 这时博士发现威尔并没有死 而是刚好被卡在了墙壁上 危机时刻博士赶紧前去营救 虽然二人成功逃了上来 可此时整个星球开始震动 空间气泡也随之坍塌 无奈众人不再等待博士归来 启动了飞船准备逃离 可他们始终无法摆脱隐翼 同时面对漫天的碎石 飞船根本没有多余的动力躲避 整个飞船瞬间爆炸 而这一切刚好被博士看到 此时的他心如刀脚无能为力 可一旁的威尔看着时光机若有所思 接着便修改数据 把时间调整到飞船发动之前 他相信父亲有能力就回家人 接着便将博士推进了空间通道 下一秒博士便出现在船汤中 果然成功地穿越了 这一刻正是他研发时光机的意义 兴奋的威尔与家人一告别 随着动力的不足 未来的威尔与通道一同消失 此刻博士抱起年少的威尔 感谢未来的他为家人的牺牲 可这时还不是温馨的时候 整个星球开始坍塌 众人赶紧驾驶飞船逃离 有了前车之舰 这次博士建议向地下飞 借助星球毁灭产生的重力 可以将飞船抛向太空 随着飞船不断地湿入 一刻抓住时机调整角度向上攀升 接着便全速开启引擎 飞船犹如利剑般成功冲入太空 下一刻星球也在耀眼的强光中化作粉末 至此众人才化解了这次危机 可这时发现行星毁灭产生了黑洞 飞船即将被吸进漩涡中 危机时刻博士决定开启空间跳跃 带着家人前往阿尔法星